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简单的事都应对不了 你果然只适合做秘书 环保行业产值未来五年 预计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点零七 赛道非常大 以后产品的环保性会是更重要的考量指标 我们公司有之前的积累 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这不算什么优势 是 环保行业和应用的空白比较大 压重一次就能够翻盘 大家应该多关注那些铁量不大 技术过硬 但容不到资的公司 他们的未来可能会更有价值 干吗呢 陆总说得这么鞭辟入理 怎么没带反应啊 顾掌 停 停 停 对嘛 以后就是要这样 杨阳 会后把录音整理一下 把陆总的话单独列出来 以后作为我们内部投资指导手册 我还整理了陆总前几年的采访 一会儿你也打包一下 给大家发一下啊 大家记得转发伙伴侣圈哦 你整当这干吗呢 好了 会议结束 散会 明明 你累不累 我给你安一点 我不累 谢谢 那你饿不饿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啊 小舍脸 你能不能不要把工作的重心 老是放在我个人身上 可是 可是我是你秘书啊 我的工作重心就是你啊 你肯定渴了 刚才说了这么多话 我去给你冲咖啡 我刚买的归下咖啡豆 等着啊 有酒精热的 我 还没有 你不太不错了 哪有酒精烦 你不太不错了 我已经不太不错了 你还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吧 对吧 这些挺样板可以拿回去 可以剪出一些不错的视频啊 你好 你们这是要走了 对啊 不在这儿过夜的吗 这住宛太贵 我们班收工具回去了 那请问白天这附近 有没有什么可以转一转的地方 白天啊 你张在这儿玩的吗 白天这边 估计也没什么地方可玩 不过你可以开车往远处走走 但不过也只能看看风景 好好好 谢谢谢谢 行 那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再见 徐总好 你们刚才说房车营地 你去做电调啊 嗯 邱总让我去房车 晚上见面了之后呢 我把详细的说明 邱继琳 徐总啊 什么房子把您吹来了 我问你 房车营地项目派谁去调营的 柠檬啊 你什么意思啊 您是不是看不起我的项目 你怎么能派他去呢 您别生气啊 来 来 来 您坐 我 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看不起您的项目 这不柠檬在陆总身边 历练这么多年了 陆总也很看重他 我也想就把您的项目 交给他做了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陆总看重的是他当秘书能力 和他做项目有什么关系啊 您先别生气 您先别生气 可不可以 臆总 叶蒙 你没事吧 为这点小事哭 不值得的啊 没哭啊 那就好 宁萌 你别误会啊 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是因为许总之前 送过来一些项目呢 结果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就没有提前跟你说 怕你会戴着 有色眼睛去看待 没事 不管是谁推荐的项目 我都会很客观地去对待 说得太好了 宁萌 你有能力又肯干 肯定能行 别人不相信你 姐相信你 谢谢冯经理 对了 邱总刚刚还特意提了 这一次投决会啊 由你做阐述 我 可我没有太多经验呢 经验不都是满满积累的吗 姐也是这样过来的呀 而且你得抓紧时间 好好表现自己了 两个月的时间 一下就过去了 你总不至于甘心 就这么走了吧 喂 哎哟 宁萌啊 你总算接电话了 投机会都快开始了 你人哪 马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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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了 算了 我看你还是要 就现在 的 我看你 就是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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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看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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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脑子还没醒 身体倒是很诚实的 做项目还见证秘书的活 身间两只是不是压力太大 累糊涂了 汇报还做不做 明白吗 那个报告大家都拿到了 赶紧坐 坐会儿啊 好 好 那我开始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关于房车营地项目的竞调报告 对于这个项目 主要一律是在于客流量和营业收入的转化率上 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觉得首先是地理位置问题 它位于城市的西南郊 远离各大景点 缺乏集群效益 它远离主干道 交通不便 这些情况都限制了客流量的增长 而且宣传资料上显示 入住率达到百分之五十 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你胡说什么啊 这个房车营地 在点评软件上非常火 短视频 应用程序 有很多网红区打卡 这种热度 你觉得客流量会做不起来吗 许总 网络的高热度 能否转化为实际收益 这个是存疑的 我去实地考察过 房车营地确实很漂亮 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慕名来拍照 拍完照 当日也就返回了 我对一些游客进行了采访 也在网上搜集了一些评论 负面评论呢大概分为两点 第一个 住宿价格太高 第二个 大家对于房车住宿 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营地的开发度和娱乐性不够 这不就是接下来 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吗 就只会在那儿站着说话不要疼 鸡蛋里挑骨头 有意义吗 许总 我做的是净调报告 项目的优点和缺点 我都是基于客观事实 房车文化毕竟是舶来品 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是现实 在以上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 我觉得还是慎重抉择 别兜圈子 直接下结论吧 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投 这个项目风险太大 不建议投 你几个意思啊 我辛辛苦苦跑来的项目 被你三言两语就给否定了 明萌 你以为你谁啊 一个秘书跑到项目部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许总 我的净调报告 是基于事实的客观判断 对 客观判断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但毕竟这是宁萌第一次做禁调 会有些欠头的地方 希望许总能够担待啊 别生气了 宁萌 我不是在质疑你统计数据的能力啊 我是想告诉你 你的目光不能总是盯在过去 大家都知道 各地呢都在做生态旅游 目的是拉动当地经济 据我所知 这个房车营地所在的地区 将来会得到一定的扶持和补助 这个事情我没说错吧 许总 没错 没错 邱总的消息好灵通啊 这个消息还没公布呢 有些人可是不知道 没有 您忙 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没有 郭总 这样我们二部 重新安排一轮禁调 更直接地进行评估 可以吗 一轮安排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了 散会 好 这么简单的事都应对不了 你果然只适合做秘书 董经理 重新评估房车营地的话 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吗 不用了 这个项目先放着 现在时间不合适 过段时间再看吧 不做了 你不是学金融的吗 怎么这都不明白呀 过段时间再看 没准市场上又有什么新变化 是吧 可能有的项目就成了 有的项目可能又不行了 反正行不行的 多少得看时间窗口吧 这是 陆总的意思吗 是啊 知道了 谢谢冯经理 那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这是浩年开会的资料 辛苦你去复印一下啊 好 珍珍 您忙 需要帮忙吗 没事我就找份文件 你找不着了吗 一五一六年的项目怎么能放在这儿呢 那些都是淘汰的项目吗 都是同学会筛下来的 五花八门什么项目都有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找到了 柠檬你忙我先走了 嗯好 老师 老师 今天几号啊 十三号 时间过得好快啊 陆总 您是对的 宁萌 你能想明白就是好事 其实 你真的没有必要熬满两个月 我说的是房车营地项目 您的决策很英明 谁问你这个来了 靠什么指导 这些不都是被扣除掉的项目吗 拿它们干什么 我就是想看看以前的项目 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已经被淘汰的项目 你要发现什么呢 是我们公司能力不够吗 有些项目当下不合适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 可能会有新的升级 这还得多谢陆总的提醒 你笑我什么提 我 我提醒你什么呢 你去做另一个电梯 为什么好看 我看你闹心 我看你闹心